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是怎么了 此一处救主 极有可能是理应外合的苦肉计 就未彻底博得您的信任 少公主 此人还是尽早处理为好 的确 我怕是留不得的 敢做不敢认 少公主 原来我那个好父亲 就是这么控制尹哥的 一旦服下此药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此后 主上会真正的信任属下 还意味着 阿静 你派人暗中跟随他们 凌玄是我姐姐 谁都不许动 为何心虚如此糟动 莫非 是因为服用了散神丹 可从未天说过 这药竟然还有随人欲念之效 怎么 这才刚一天 就想反悔逃跑了 吃都吃了 反悔也没用了 说是谁派你过来的 是 怎么 事情都做过了 现在不想认账了 晚了 你现在是本宫的人吗 那个饮食 他怎么能这么走了 是我赶他走的 不解风气 瞧着无趣 岂有此理 天底下既然有这种 得了天大的便宜 还不失抬举之人 待你父亲找到了万兴爵 主治了凌玄 这少主之位 便是你的了 你也知道我们 与药王谷的关系 若有了药王谷的帮扶 肚死谁手 可就不好说了 我原本 只是想报了这份情报 这杯酒 便当我向你赔罪 让他们斗去 待他们两败俱伤之时 我们正好趁虚而入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如今你我也算是坦诚相待了 我问你 如果有一天 我不再是 林天宫的少公主 你还会忠于我吗 都是你喜欢吃的味道 阿姐你 行事多有荒唐 我担心父亲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 父亲气我不上进 大不了也就是斥责几句 这些年 我为此受的斥责还少吗 阿姐听我一句劝 还是小心为啥 二孔子真是说笑了 这十年来 他 从未有能让本宫交付后辈之人 应是 你是唯一一个 莫要父王 你 为何会出现在主殿中 那日雅叔父要让属下 护送少公主前往主殿 恐是有所怀疑 连林轩救出了终点 终于获取她的信任 那林轩现在 是否信任你啊 属下已经完全取得林轩信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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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